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最近因为台服没什么游戏好介绍 既来我信箱的又是各种一言难尽 可能厂商重心是放在12月 到时候再推一波大的准备赚过年财吧 如果你最近期待有啥新游戏玩的 就继续再等等吧 或者回头找找老游戏 其实也挺不赖的 首先之前做关于少女前线追放的影片 当时我提到另一款命运相似的 周末阵线 英诺贝塔 后来我才发现陆服将在12月11号关服 而台服FB即便在4月后就已经断根了 还是有人留言对他保持希望 真的是铁粉啊 不过游戏镜头已到该放就放吧 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回光返照 搞一波厨子返利后才落跑 像抹赢三次月 陆服2月挂掉台服4月还装没事 嘎一波韭菜 5月后就直接冷间蒸发了 所以代理真的很重要 不论游戏它是好是坏 而少前吹放 随着这款二次元卸载软体 在试测口碑爆炸性铺接后 给当时一堆用来踩成白金鱼的玩家 吃了满嘴的回旋镖 甚至连不相干的禁忌类卡拉比丘 当时也被不少人拿来踩成白用 结果没想到也是跟着原地躺炸 厂商大概是万万想不到会以这种形式 被友伤衬托吧 如今还被不少玩家 戏称是少女前线的正统续作 虽然在10月上下活这件事实在是太搞了 但只要继续狗活下去吧 这个暂时没对手的市场 你就是唯一的王啦 然后最近各种老游戏在陆服正式公厕 挑几个有代表性来讲一讲吧 虽然有些之前已经聊过了就当我损一损影片 去年评测过的逸臣达米拉 在8月10号正式公厕 我7月那期杂坛也聊过这个游戏的状况 现在回头一看也真的是照着剧本走 毫无悬念 而且当时玩起来的感觉 就是非常典型的男性像后工作品 但管理研人跟剧情文案又不知道在发点什么 有狭带百合属性的嫌疑 结果也是造成了一个不小规模的研上 撇出官方是因为游戏热度跟经费不足 所以搞了一波黑红行销 但厂商是有火速表达立场 没有只是想装食带过 虽然我是觉得无所谓啦 毕竟这个游戏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势 也不会是能长久经营的作品 目前官方的更新也是放缓 几乎呈现一个零互动的运营模式 导致讨论度非常低迷 姨父看起来就是要跑路的前兆 可能未来会来台撒种子割韭菜 请谨慎预防啊 再来翡红的神约 10月17号正式公厕 之前我也提过 这种主打卖色为主游戏 在陆服肯定会被严重的和谐 B站官方动态一路看下来 除了本来就正常的能发出来 稍微不正常的都得加工处理 当然这种时候不会有人觉得 加要不加价是玩家赚到吧 那除去那些幼大幼色的元素之后 那盒又只是个非常廉价的战力素质玩法 单纯的比拼课金 那如果玩家都愿意花钱了 何不翻外服去找完整未烟哥的体验 然后既然都愿意翻外服了 可选择的款式那又更大更广了 不论类型或者尺度都任君选择啊 还留在你这游戏里面比拼做什么 那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这游戏真有什么一战之力的话 外服也不至于越混越差啊 主力的日服营收更是逐渐萎缩 甚至连一款M开头的音乐播放器都打不赢 而游戏在陆服开服的时候 也不出意外的 因为广告宣称的美术跟福利等 跟实际获取的差异过大 被演上一波 像是强制你必须达到第几关才能领取SSR 或者发什么课金折价券之类的 虽然厂商找了不少UP组来做推广 但只想靠被和谐的美术来抬一波 真的很难的啦 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反思一下是不是没有三代玩家 而被和谐之后 就只剩下单纯的比拼例会 那这种游戏 在中国早就多如牛毛了 老游戏就不说了 像近期的行界 银河境界线 千年之旅等 或者三测中的交错核心等 不过美色可以有 但不能是唯一要件啊 总是会有进入闲诊模式的时候吧 而且在陆服又存在 随时会被举报的风险 反倒隔壁主打健康正向的四支游戏 活得光明正大不怕铁拳 以及前面的成白金玉 不论游戏内还是游戏外 想怎么穿也都不影响 接着另一款书名回响 于10月18号正式公测 厂商未来同步国际版跟日版的进度 并且拉高游戏的关注度跟优户量 未来会直接赠送那些 必须课金获取的限定SSR 虽然这已经不是史上第一款 因为不同地区导致福利差异的游戏了 不管是比别人糟还是好 总是会被各方人马拉出来比较烦烂 玩家要马接受要马退更 不然就去官方下面捎看看 而目前正主要收入近9成的日本市场 那个日推下面虽然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但也并不是多热烈 也不确定是不是在我没关注的其他论坛或者社群 有一群人正在努力考打官方 不过看官方依旧如此平静 看来是没有上到多少压力 或者你也可以往好处想了 毕竟玩外服嘛 就是不用担心会被各种莫名的和谐 不过说到底啦 这游戏本来就是由中国方的DNA团队主导 日方只是参与部分合作 早就有在中国市场推出的规划 只是因为迟迟没有获得版号被推延 那既然是交了中国团队开发并且应允了 前级利好当地玩家 肯定是必须的B了 但老实说这个IP改编手游 也是找过了最佳赏位企 B站的官方订阅虽然看似很多 但别忘了 这账号是从2019年就开始养了 构除掉买广告的引流后 实际上转换的流程跟关注度并不是很高 况且今天能备刺别人 明天就能备刺你 别看现在福利爽 未来等反思回来 可别死了比日服还快啊 另外同为IP改编的七大罪 光与暗资交战 在10月13号公测 虽然陆服是由腾讯代理的 游戏在国际服的人气跟讨论度也并不低 但却没有延续过往的辉煌 在陆服目前活得非常的暗淡 完全没有一款新游戏开服该有的气势 该不会撑不到一年就宣告官服吧 当时因为1996的合牌玩法 类似或者说是根本借鉴于七大罪 所以当时有人认为七大罪的玩法 是更具有丰富的策略性 给予较高的评价 不过最终两者却呈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也真的是挺逗的 不够时空背景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 或许未来七大罪真能遥遥领先也不一定 就让子弹再飞毁吧 当然七大罪也不是腾讯代理发行最惨的游戏 另一款in game 静热幻想 10月18号公测 几乎毫无热度 看来这波真的是亏惨了 这里是一款新游戏的资讯 二重螺旋 10月20号发布首支游戏PV 为英雄护议旗下的游戏 开发团队为攀神工作室 代表做之一为网易的幻书启示录 后来核心成员出走 成立现在的工作室 至于英雄护议这间公司的各种历史 我过去也都讲过了 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翻翻 从PV发布同时有多国语气来看 应该也是会走个全球发行的路线 看起来像是单机 但不排除为MO类 不确定是会采用幻塔那种 武器跟角色外观绑在一起 还是分开贩售的模式 而游戏跟介绍文案都只侧中战斗元素 对探索跟自由移动方面比较少的琢磨 可能最后呈现的会是类似金河那种相停模式 那你再回头去看金河当时的PV 就会发现是7分诈骗3分真实 所以千万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那过往英雄护议的营运风格 跟腾讯是比较类似的 长线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会偏向社交加竞技元素为主 就目前整体的画面表现来看并不算太吸引人 外加每个月厂商都在画各种不能吃的饼 有点看吐了 持续观望吧 再来补充一下 这游戏仪式大量借鉴了 由加拿大公司Digital Extreme 于2013年发行的战甲神兵里面的各种元素 这边我也放一些关于网友指出来的内容 另外YouTube上也有人做出比对影片 我会把链接放在字顶留言中 就目前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有雷通之处 可以认为就是他们想要达成的舆论效果 先不说玩法本身很难构成抄袭 就跟之前的无限大 他也是搬了蜘蛛人跟GTA 但目前都只限于PV上 看起来像跟实际玩起来 往往根本是两回事 可能到时候根本就是达边一坨 所以在还没出来前 都不用太在上面争论 或者可以学学外国的理性讨论 实际抄袭构成与否 是厂商们之间的战争 就交给专业的法律去判定 玩家们就是吃瓜看热闹就好 你如果去认真挖一挖 各国也都多少沾一点 还真没谁是完全干净的 千万别只是因为仇事 把自己变成双标仔 而且即便是100%抄袭的盗版游戏 台湾跟韩国人 也都是嘎嘎往里面克金 光往你在乎的事情 别人根本不当一回事 再来是有人问的 史莱姆跟电象城 怎么说呢 这款在7月13号若不公册 最近也开始在台湾丢广告 当时有因为开服后 各种暗改机制跟难度等 被玩家延上一波 开发商有了哦 也并不是什么大厂 背后也没什么知名的金主 感觉经费不是匮乏 就是不想大量投入 不论从玩法 美术等各方面 都充满着不协调 主打的肉鸽战斗 又给你一个自动攻击模式 外加看上去很幻皮感的MOUI 然后打击感 音效等各方面 又做得很糟 可能连20年前的小朋友 吉他交都不如啊 但也如我之间常说的 不管游戏做得再怎么糟 厂商还是会把主流的商业模式 给套上去 想尽办法都要来分杯跟 搅烂这个市场 我实在很难以2023年的角度 来评价这款游戏是不是及格 但预期台湾上架 然后再提一提那个猫自成吧 我不知道这个厂商是没钱搞 之前在LUF的那种大规模宣传 还是还在暖机娱乐 避开其他厂商 或者根本放弃努力了 目前台湾的热度跟关注度都不高 我甚至开无痕模式在YT上搜寻 前面跳出来的 居然还是我去年的影片 这游戏前阵子不是才刚内测吗 厂商该不会是完全不想发业配吧 对比同样海量打广告刷流量的 重返未来1999 我那个影片早就被洗澡看不见了 而这厂商居然在内测都快结束了前两天 发信希望我重新填一把台服特别版 我也是服了这应允团队 什么神奇的脑回路啊 不过我还是简短过了一下 给官方写点回馈 但实际能改多少 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游戏几年前推出 或许还可以绕一波 但放到现在来讲 真的没啥竞争力了 再来最近台湾热门排行第一名的 霓虹深渊无限 10月5号台服正式公测 游戏是基于2020年单机作品 霓虹深渊所改编 为中国的维沃游戏开发 台湾则是有心动代理发行 就是之前岩上之间那间公司 游戏为科幻家像素风的 横版斗歌动作游戏 做资料的时候有人提到 原本在陆服的免费内容 被改成要课金获取 正巧我刚刚前面也提到类似的议题了 所以真的不要对这类操作 太过意外了 但由于这款我自己也没有玩过 不好评价课金 是不是真的会去影响游玩体验 因为很多游戏的商业模式 都是靠赚那些 基于变大变强优户的钱 而实际上如果游戏内没有PVP 或者本身的内容上限不高 长期游玩来讲并没有太大影响 反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爽 就删除不要玩 跳路版 又或者干脆买旧版的单机就好 玩游戏是求娱乐 不是来找气瘦的 再来是黑子的篮球 Street Rivals 前阵子刚结束台日服的测试 营营山5S Games 是由成任职于中国迪娜的前CEO 所成立的日本公司 而游戏玩法也跟迪娜2020年推出的 冠篮高手Slam Dunk非常的相似 我对当时那个游戏的印象是 只要不二一冲康玩家的话 无刻为刻靠技术跟甘度 还是可以博上一博的 不过当时顶着热门IP都没有推出日服 反倒这黑子却出了 也很像之前的猎人 或者前阵子封测的足球小将义 都有类似正版授权只推海外的状况 当然不确定是不是日本当地的授权成本较高 或者是对篮球市场的不重视 毕竟确实以客观来讲 日本人是以棒球跟足球教育盛行 反映在目前手游市场也是如此 虽然这个体育类市场份额仅占8%左右 而好巧不巧的是 目前日本篮球类营收最高的 正是5S GANS旗下的街头篮球2 过去也跟黑子联动过不少回 或许厂商觉得 与其去跟其他人竞争被吊打 不如稳稳独占自己擅长的市场 又或者看到黑子的市场潜力 那再来是之前提到过的救世者之处M 日服在10月18号正式推出了 那这个厂商也真的是挺迷惑 2021年底发布转营营运商以后 就毫无音讯 直到成绩半年后才浮出来 中间几乎也是没有在经营 所以这个开服热度也是不出意外的低迷 希望你是别被其他幻品MAL打败 然后是台湾火星猫科技开发的亡灵英雄 10月20号也正式外销日本了 不过这个游戏嘛 我对它没有太多印象 开服当时也没玩出什么好感 台湾目前剩余的玩家应该也是寥寥无几了 如果后续有排上榜 或者出乎意外的成绩 再来讲一波吧 再来日本的厂商Asobimo的动作类RPG Metria前阵子刚结束封测 过去该公司也推出过不少款MALRPG 也算老之力了 游戏暂时不确定是要走单机巷 还是过去的MAL类型 不就目前游戏试出的画面来讲 似乎是有点惨啊 而且既然是标榜动作类RPG 这个怪物被打到 是连阵都不振一下 你确定没有搞错吗 除了看起来又是个开放世界题材以外 好像也没啥可讲优点了 外加韩国约下个月又要半展 感觉就会被推出的各种新作品爆打一波 这边还是先帮你上香了 那韩国方面最近也没什么好讲的 之前那款砍树放置的小要问道 10月12号也前往韩国发泡菜了 然后也是找艺人唱洗脑歌 不过我很好奇 现在真的会有人因为这样听歌下载游戏的吗 最后就是韩国天王NCsoft 9月26号 推出了一款类似糖果传奇的休闲游戏 Paza Army Toy 但不能抽卡红便根本就训了 与老牌游戏也很难有所竞争 不过愿意转换赛道的心态还是挺好的 但过去都赚那么多了 就不要雷震大与点小 端点的大赛上来给各位品尝品尝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下来给各位品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